魏城裝鋪王,裝極都王 商鋪設計入職裝修 大至酒店、手信店、細緻小食店 通通都行,想開鋪裝修 找魏城,快靚正,裝了就王 還快點打電話給欣先生 找魏城裝鋪王 哈囉大家好,主春郎 今天是清明正日 昨天澳車北上如約 今天出關的車已經爆了 鋪2,000架都想會塞車 但想不到比想像中塞得厲害 在廣珠澳大橋邊檢口岸周邊道路 廣珠澳口岸環境馬路 屯城大馬路一帶由今天上午開始 開始塞,塞到中午 行車仍然緩慢 現場車輛大排長龍交通塞塞 車龍一度塞至東方明珠和廣珠澳大橋連接通道 真是誇張 當然有不少警員現場疏道交通 但都沒法子 不少駕駛人士認為現場交通安排差 有澳車北上的駕駛人士說 排隊通關等候了一個半小時 都要的了 2,000架車迫一個關口出關 還沒計其他車 也有司機說今天清明節假期有預計過會塞 但沒想過禁塞 而且海關系統要等5分鐘才顯示車輛狀態 交平日等候時間長黃 治安警察局說已經加派警員到場疏道 並曾呼籲兩地牌駕駛者在高峰時段 可以考慮選擇其他口岸 而廣珠澳口岸離境車道要到2點 鬆一點才恢復正常 有不少駕駛人士建議政府爭取開放其他口岸 讓澳車北上的車輛通行 例如橫琴、拱北那邊想想他吧 今天清明節假期又連著復活節 所以不少旅客經廣珠澳大橋入境澳門 在香港口岸今早迫爆關 大家看看 有網友就報料 除了香港客外 其實有不少菲傭姐姐過來澳門探親 事實上現在很少船班次 船飛少了 所以大部分人都坐金巴國澳門 想被迫爆關 而澳門這方面 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都迫爆人 而且有內地旅行團 有一車一車一車的人過來 加上香港的旅客 真的非常熱鬧 有香港的旅客說 排隊過關大約用了40分鐘 認為可以接受 大家再看看 出了澳門關之後 在外面的巴士站也大排長龍 大家都搭車去自己的目的地 大家記得玩得開心點 吃得開心點 還有爺爺多些 好 這一集就先看到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掃片尾截圖為馬 多謝大家支持